這邊有加了顏色 加顏色當然 我是建議基本的語法可能要記一下 像前面如果要變紅色的話 我上個禮拜有用一個叫 phone color 有沒有 在網頁的這個前面有一個phone color 等於什麼顏色 那如果你這個結束這邊有個結束縫 這個是一個標基本的標籤語法 HTML 如果你對於這部手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再找一些網頁 學習一下或者書本裡面都有講到 不然你也可以用Dreamweaver那種工具 會自動幫你產生 不過有時候簡單的語法 我還是建議你稍微記一下 比較複雜的也可以透過工具幫你產生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像這個我們環境姿態小 如果你希望字放大 像以前我們用過這個來寫Java 如果寫Java 用過應該還記得吧 如果要設定環境按右鍵 我記得右鍵裡面有一個 這邊按右鍵有沒有 他會 不過我現在又用我的懶人包 現在又變英文版了 所以 在最下面一個 那個 Preferness這邊 你可以呢 在到這個 Preferness裡面呢 他會跳出一個叫 Editor 那Editor裡面的話 我記得好像是 點擊這個Editor裡面 應該是 更正一下 應該是上面這個 Channel 裡面有一個叫 Color AndFone Color AndFone裡面的話 你記得就是這邊有個 Basic Basic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叫 FoneSize 我記得 應該是這個 TestFone 是不是這個 Edit一下 這個也可以 然後 其他看也沒有什麼 FoneSize 因為這邊在這裡 不過 我是沒有特別去背他啦 我大概就是有印象 用過 就是從這邊可以進到 然後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在 14號字吧 不然剛剛那個字太小了 看起來其實很不舒服 而且對眼睛傷害蠻大的 OK 按右鍵 Preferness這邊 進來在這裡 然後找到 Basic 上面有個Basic Basic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到那個 文字的字 字形 Edit一下 大概在這裡 OK 然後呢 再找到這個 14號字左右吧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應該可以改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 Apply 你會發現字放大了 這樣感覺 看起來比較舒服啦 而且我有把它錄影下來 我怕那個錄影 效果如果字太小 應該會看得很辛苦 所以你會發現我盡量調整那個解析度啦 像有些錄影 你會發現有些YouTube 有人真的錄 但是那個解析度調太大了 我光看那個字 我看得很辛苦 看了真的就不太想看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些 注意事項 第一個 我剛剛透過這個按右鍵 Preferning 去把它 稍微更改一下 字放大 第二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這個歡迎光臨某某某的下方 增加一個什麼呢 現在時刻 冒號 是 比如說 西元哪一年 然後幾月幾號 等等的訊息 那我可以在下面做什麼 先打一個 現在時刻 現在時刻 然後加一個冒號 後面的話呢 我需要有一個變數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變數 我在HTML裡面 沒有辦法寫程式喔 可是在哪邊可以寫程式呢 基本上可以寫程式的地方 一定在哪裡 記得喔 在View 有沒有 前面我們講過 View是撰寫程式的地方 UIL是把它引導到那個網頁 然後呢 網頁是把它秀出來 所以這個概念慢慢要有啦 所以我們設計的流程 多半就是 畫面先做了 再移到View裡面 那我需要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可能變數 變數 記得喔 在 那個 我們Jungle裡面的網頁 它的變數一定是 兩個大瓜糊包在裡面 所以上個禮拜呢 我們有一個username 有沒有 它一定是這樣 所以裡面假設我要產生一個變數名稱叫No 不過目前 這個變數裡面沒有東西 所以它顯示一定是顯示空的 沒東西 所以呢我需要怎麼 透過Views 把 把 抓到了今天日期 丟給 網頁顯示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概念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在 Jungle裡面怎麼 去抓到 那個日期時間 其實這個用Python 在Python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打一個 Front 一樣喔 Front哪一個呢 在 Daytime 你會發現 在Jungle裡面 應該是Python裡面 會有一個抓取 那個 日期時間 的一個 模組 這個模組裡面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它點兩下 這個模組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按空白鍵 它要import import哪一個呢 我只要import daytime就可以 在模組裡面呢 剛好 我可以取得一個 Daytime 裡面 的一個 一個 function 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呢 我可以抓到什麼 你會發現 其實 在Eclipse另外一個好處 你郵標放上去 有沒有 它也會顯示說 你import的東西呢 它放在哪一個 這個模組裡面 會有一個daytime 它可以抓到什麼 年月日 10分秒相關訊息 不過都英文的啦 你大概知道一下 那我就可以利用這個daytime做什麼 抓到 現在的時間 那我怎麼抓到現在的時間呢 接下來請你在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請你在下面 多做一個now 假設我今天呢 要產生一個變數 變數名稱叫now now等於什麼呢 等於就是上面這個daytime 有時候其實怕打錯字啊 我習慣乾脆把這個daytime 把它複製 把它複製 我用ctrl鍵按住 拖拉 daytime裡面呢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這個這個方法 一個屬性叫now 現在的時間 你會發現now 這邊就出現了 裡面不用傳東西給他 就一個小瓜糊 那也就是利用daytime 我抓到現在的時間 並且呢把這個現在的時間呢 丟給這個now的變數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啦 那 他透過什麼呢 其實這個 locals 就是會把這個now 也就是我們裡面所有的 這個區域變數呢 透過locals 這個 函數 幫我帶給他 他帶給他囉 那他就會接收到 裡面 剛好帶給他之後呢 帶給他裡面會有一個now 他就把這個now顯示出來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邏輯啦 並不複雜 不過就是要了解 這一串的東西 把它save一下 好 這樣完成了應該沒問題 再來我們來測試看看 喔不OK 所以 接下來一樣 我們剛剛的那個127.0.0 Hello Hello部分的話 Hello3 我們就是 輸入一個 Hello3 後面串接一個 引述 丟給他 這個username username呢 他就幫我顯示出來了 就是 歡迎光臨 Terry 現在時刻 你會發現現在時刻 但是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字太小了 有沒有 所以如果字要放大啦 上面是標題1 那如果下面標題2的話 請你再做一個修改 也許在前面加上什麼 H2好了 H2指的是標題2的字 然後後面記得 有開頭 就要有結束 結束的話呢 多加一個斜線就可以了 Safe一下 Safe之後的話呢 再切到這邊 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 字放大了 當然字 那第二個如果說我希望 底下的字的顏色 幫我變成藍色的話 藍色 藍色要怎麼改呢 其實 當然你可以把 上面這個 字的顏色 Fone color 搬到現在時刻的前面 顏色如果要藍色的話 因為它 它是R G B 就是 紅 綠 藍 那如果藍色的話 基本上就是把 紅色改成沒有 它六位數字 然後最後這兩個改成什麼 FF 這樣就OK了 因為它16鏡位置了 然後面的話呢 一樣再把這個Fone結束掉 好 做完了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 只是說你要把這個記下來 可能 也不用死背 重新整理 OK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目前看起來 這個年月是好像奇怪 看起來好像是英文的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把它變成中文的話 你需要更改語系 那語系在哪邊改呢 待會再看好了 好吧 後面會講 一串講下來 很多同學 講了 記得後面忘了前面 所以效果先做到這裡就好了 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剛剛 主要重點回顧 一先把字放大 按右鍵 這個地方 裡面去改 二的話呢 就是 我 增加了一個現在時刻的NOW的變數 然後在Views裡面呢 增加了這一串 把引用 DateTime的那個 類別 裡面的一個 方法 然後呢 把NOW的時間抓過來 並且傳給Hello3 讓它顯示出來 再來就是 字的顏色把它變更一下 還有標題2把它改一下 請各位先試一下這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結構 個 哦 、 貼